在设计深圳音乐学院的校园时,我们的目标是在可持续的高性能建筑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才。 校园建筑群地处重要区位,我们试图在宁静的环境中构建出与水和植物的对话,其剧院设计风格明显,从远处极有很强的辨别性。 中西方音乐教育理念将在这里共存,深圳音乐学院旨在一个健康积极的社区环境中,促进艺术的平衡。 不同的使用功能分布在不同的建筑物中,由一个完整且和谐的公共空间统一起来。 该公共空间将连接每一栋建筑单体。 建筑物的设计从外部即代表音乐学院内,孕育着音乐、舞蹈和艺术方面的人才。 对于建筑群的各个空间,设计都旨在促进其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之间的关系,将更为便捷地使用外部设施,同时改善内部的教育水平。 三处观眼空间,剧院、音乐厅和观摩排练厅将形成校园建筑群的主干,并将引领整个校园的空间流线。 学习空间和观眼空间紧密相连。 精心设计的广场将在垂直方向上连接教室和观眼空间。 这些模糊室内外边界广场空间将充满阳光与绿意,可以视为室内花园。 作为综合楼的有机组成部分,图书馆建筑延续了公共空间属性。 还可以连接学生宿舍。 校园将促进教师、学生和公众之间的互动氛围。 建筑物的形式和用于外墙的天然材料将最大程度的采用被动式设计策略,以实现最佳的能源使用效率。 我们优先考虑建筑物的南北朝向。 同时尽量减少西向开口。 外墙格山的排布如同趣味游戏一般,同时也是机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立面上的格山精确地反映了太阳的方向,从而可以调节室内的温度。 新的技术系统将使外墙格山易于安装使用。 陶瓷是一种传统、美观和可持续的材料。 其外观设计将根据建筑物朝向的不同而略有不同。 而外墙的图案设计则以乐谱为灵感。 校园将由有机的建筑物组成,呼应周围的自然环境。 共享知识、艺术和友谊的场景,不仅会在教室中发生,而且还将在校园内的公共空间中发生。 而校园的建筑设计则会为这些场景提供支持。 通过将音乐、舞蹈社区、同自然即可持续建筑融为一体, 我们对深圳音乐学院的方案将建立一个国际、创新、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机构。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胜率。